首次上稿 14点49分更新时间 19点15分 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 南部地区持续受到好语侵袭 台铁局说 南回县方野 加路间今天下午1点21分发生土石流 造成路线不通 列车无法通行 南回县方辽 大午间列车停驶 双向列车分别开着方辽站 大午站后折返 后续进公务抢修于6点9分抢通 高雄往台东方向首班副市车辆为323次 新左营6点24分开车往台东 台东往高雄方向首班车则为374次 大午6点22分开车 截至晚间6点30分 南回中段影响八列次 旅客1725人 台铁局说 当地域是坡 且不间断 除了清理路线上土石 之后还必须疏通阻塞的寒洞 否则只清路线土石 过不了多久 边坡又会有土石流侵袭 今天下午2点20分至5点 公路客运接驳共开行27趟次 载送1050名旅客 目前南回已逐渐恢复行驶 一定会把车站旅客载送播完毕 台铁局也提醒 相关退 换票及改成规定也放宽 因受好语影响 导致列车停驶 或旅客无法搭乘该车次 可从自乘车日期一年内 持未经使用车票 至各车站售票窗口 逼照台风警报退费规定办理 免收退票手续费 至车站售票窗口以外 通路退票者 仍需一通路商规定扣手续费后退票款 若达成至一半 将退还未成区间票款 改成较低等级列车者 退还车总监票款差额 持中端区间定期票率课 依车站公告延长有效期间一日 护侍公告